当年溥仪退位后,仍然以皇帝身份住在皇宫,一开始还有人按时往宫里送银两,后来送的银两逐渐减少,为了能维持宫里正常生活,溥仪不得已让身边人将宫内宝贝变卖,久而久之很多宝贝都流传到了民间,并且被一代一代遗传下来。 也正因此,市面上的宝贝属清朝最多,同时赝品也是最多的,所以收藏爱好者们不仅需要有足够多的钱,还得有一双慧眼,他们大多数人都会为逃到悉仪的宝贝不惜砸家重击。 有很多收藏爱好者们,为了能买到正品宝贝,往往都会找一些收藏大师去鉴定,说到马卫都的名字,想必大家都不陌生,他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收藏大师,他曾多次在很多地方讲过自己的收藏经历, 其中有一次让他印象非常深刻,马卫都说字节每次去香港的时候,首先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古玩店。 有一次他在古玩店里看到一个瓷碗,在他看到碗底的影子时,内心非常激动,但是作为一个白主,他不能表现得太过明显,就在店家看着马卫都一直拿着瓷碗反复看,便问瓷碗的影子是什么意思。 马卫都假装不知道说,我也不知道,可能是一个人名或者是其他意思,就这样马卫都花了一个相对便宜的价格,带走了瓷碗,他把瓷碗带回家中仔细研究后,发现这是唐朝开元时期的宝贝。 当时的唐朝非常繁盛,很多国家都带着宝贝前去参拜,其中就有一种宝贝是刻着银子的瓷碗,这些银子瓷碗,基本都属于皇帝私人所有。 马卫都后来曾说过,银子瓷碗到现在世界上只有五六十件,它的价值超出人们的想象。 当年,他一看到这个碗,心跳立马加速,为了能以最低钱逃到它,不得不整个人装出一个外行的样子,假装淡定。